Hello 不機道 繼續跟大家討論開會開會 大家一起去開會 首先哪些開會 東盟飛了很多人下去 我們的李克強 剛剛國務院總理又飛下去 跟習近平打著頭陣 下個星期習主席又飛到印尼 那就開G20 但是東盟聽說就會有這個宣言 重點都是在東北亞 而剛剛收到消息 就是經三方官員證實 美國總統拜登將於11月13日 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和韓國總統韻石月舉行 美日韓三國首腦會議 預計討論應該是怎樣應對朝鮮核 核彈計劃的問題 這個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開會開得很好的消息 我真的不太明白 下個星期 習近平和拜登談 都會插著這個問題 但是習主席又告訴你 你不要當我做我教師爺 肯定是這麼信心的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 周三向傳媒披露 表示這三位重要的領導人 將努力繼續加強整個印太地區的三邊合作 特別在我們共同努力下 應對朝鮮民主主義的人民共和國 非法的大規模殺傷力的武器和導彈計劃所帶來的威脅 持續威脅 首爾方面 韓國總統辦公室已經相關人士 在11月10日記者招待會議已經說了 尹錫悅總統將會在東南亞出訪期間 會和美國和日本領導人舉行三邊會議 還有望 和美國等多國領導人舉行雙邊會議 據韓聯社報導 就韓美日首腦會談的議題 該人士稱 三方有望 就大家共同意見 發表韓核彈的問題 和韓朝鮮 北韓 挑釁等外交交 交換意見 就韓日 韓中等雙邊領導人會談 該人士表示 相關日程尚未敲定 仍需要協調 該人士又透露 很難預測到韓錫悅 此行之間 是否會和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 雙方持續通過多種形式的溝通或對話 據共同社報導 日本的岸田文雄計劃 在13天三邊會談結束之後 與韓錫悅舉行雙邊會談 正在包括在是否定位 是正式會談等等的展開協調 岸田文雄會肯13天與拜登舉行日美首腦會談 據悉 岸田文雄正在探討印尼或者泰國與習近平舉行日中的首腦會談 嘩 多會談了吧 大家去到那裡不談 有什麼好說呢 當然是談談談談 剛剛先 看看談不談得到 大家都知道了 結果已經擺在眼前了 為什麼呢 用我們的結果體驗大法 就會完全知道 只是各有各說的 如果說得定 一早就說得定 我 角色扮演 好嗎 來吧 來吧 我真的很愛你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發脾氣才行 我跟他沒有東西 只是 不停地遊役一下 出海 我們駕駛快艇 剛剛先 我真的愛你 肥仔 你玩東西嗎 喂 我跟特朗普聊得好 你現在拜登想怎樣 拖女兒出來 就不想愛我 喂 喂 他也是 剛剛上場而已 我們聊天 你沒有理由不愛我的 以前那個 就走了 剛剛才 連我的狗都不愛 現在 我怎麼跟你朋友啊 這樣也是 那我最多先收留一隻狗 跟著我們坐下聊 吃個茶喝個包 吃個包喝杯茶 可以嗎 喂 當然不行 我們有核彈的 我們有核威脅的國家 你們韓國仔 不跟你談 同都跟你大哥談 拜登 下來談 不然我就不談 是不是這樣 差不多 有什麼好驚 來來回回都談了這麼多年 都是這樣 你又說去 他又說你的關係都搞不清楚 不如打 打一次就搞定 不行 我們一定要談 我們要 怎樣都要這個朝鮮半島 無核化 我現在已經有核 你真是化的 剛剛才是不要當我流的 剛剛才 我派一條女兒出來跟你搞定 我妹妹 剛剛才找石穴 你就派你老婆出來聊聊 行不行 你老婆都說得美女兒 是不是 你這樣說話 我怎麼跟你談 唯一是你找你大哥出來跟我聊 誰是我大哥 喂 習大大還不是你大哥 我下個星期之二十 先跟他談 大家都在那裡 聊來聊去 不然也是聊 看看吧 大致是這樣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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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